美国总统拜登出访韩日 可指挥核战的末日飞机 背包紧急部署日本冲绳基地 里根号航母出海 林肯号航母首次停靠横须贺 美军在东北亚动作频频 是否只为配合拜登出访 他的这些航母调动 既有他的原本的这样一个计划内的安排 也有因应着周边局势的需要 特别是这次这个林肯号到这边来 包括里根号出动等等 他跟俄乌局势啊 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关注度 也都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多家外媒爆料 美国正在制定摧毁俄黑海舰队计划 美国防部立即予以否认 但美方并不否认 可能将向乌克兰运送鱼叉反舰导弹 俄媒称苏武器隐身战机已经参战 苏武器能否突破美西方国家 在乌克兰建立的防空导弹系统呢 在俄冲突过程中 双方这种胶着始料不及 但是俄罗斯如果在这个时候 显出自己激光武器 已经在乌克兰部署 而且可以居留卫星 另外这个苏武器战斗机 可以把带次提高第五代 对美国空中优势 有一定的抵消作用 这样俄罗斯的士气 在某种程度上 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振分 俄媒称已获得乌军 使用星链卫星的实锤证据 俄军是否会针对 美国星链卫星系统 采取报复措施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有韩国媒体爆料称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出访韩日之际 被称为末日飞机的美军 E-4B空中指挥机 被部署到了日本冲绳 加首纳基地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 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5月21号 韩国《东亚日报》爆料称 美国总统拜登访韩之际 被称为末日飞机的 E-4B空中指挥机 被部署到日本冲绳 加首纳基地 有分析称 美国总统海外巡访时 暴露美军E-4B航机 非常罕见 据称一旦核战争爆发 末日飞机可指挥 洲际导弹 核轰炸机 核潜艇等美军所有核战斗力量 和陆海空部队 此外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美国林肯号航母 21号首次停号横须贺基地 替代了20号出港的里根号航母 美海军表示 靠港目的是补给和船员休息 预计短期内就会出港 报道称 林肯号航母的母港 位于美国西部的圣迭戈 此时出现在里根号航母 所在的第7舰队活动的 印太地区并不常见 报道指出 此次是继去年8月的 卡尔文森号航母以来 第二次有驻守其他地区的 美军航母停号横须贺基地 另据岛内媒体 5月21号报道 日本防卫省统合母疗舰部 20号还罕见公布了 三次中国海军舰艇的动向 包括三艘舰艇 从东海南下太平洋 一艘电子侦察船 经大禹海峡往东海航行 及一艘052C型导弹驱逐舰 郑州舰 经宫古海峡返回东海 那么拜登出访韩日 摩尔飞机为何要紧急部署冲绳 美军是否真有可能 在东亚长期部署双航母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两位专家 首先想要杜先生 我们看到在拜登出访韩日之际 被乘坐末日飞机的美军 E-4B空中指挥机 为什么被部署在了 日本的冲绳美军基地呢 这次拜登出访战争很大 而且是来者不善 这架E-4B在日本的降落 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 美国要显示 自己强大的核作战能力 第二 要显示 是对日本坚定的核承诺 E-4B是美国国家指挥中心的备份 而且在空中 具备完备的核指挥能力 有13套通讯体系 有40套天线 而且甚高频通讯天线 长达8公里 可以直接对潜艇通讯 就是目前美国陆上海上空中 不同作战空间范围的核武器 完全可以通过E-4B 进行指挥和控制 对全球进行核打击 之前俄罗斯曾经使用末日飞机 进行过远距离长途飞行 美国在这个时候 显示在亚太的所谓核存在 大概有对标俄罗斯的感觉 但是地点是在亚太 很显然显示美国在亚太地区 强大的核进攻能力 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第二可能显然要对日本进行核保护 安田文雄和拜登通话的过程中 明确要求核保护伞要覆盖日本 如果日本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保护之下 做任何事情都会有恃无恐 毕竟背后有美国的核大腿 核肌肉 这样无论是打击对方基地 攻击对方领土 甚至今后干预台海事务 他认为都为美国在背后强大的支持 所以这架飞机的到来 说明美国目前在亚太地区 不光要进行所谓的常规威慑和常规建设 进行作战能力的转型 进行军队部署的转型 同时核大棒也在亚太上空高高回动 请教张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20号 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从日本出海 21号美国海军的林肯号航母 首次停靠横须贺 那么美军的两艘航母 此时在东北亚动作频频 是否和当前拜登出访韩日有关呢 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 美国整体战略部署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海外 常年部署的就是在日本的这个 横须贺部署相应的航母 那么这个航母呢 主要在亚太地区活动 之前的里根号 已经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横须贺 已经趴了半年多了 一直在进行相应的维护 那么这个时候出来呢 进行恢复性的这样的一些训练等等呢 也并不奇怪 但是呢 确实我们看到周边局势变化呢 它也有它的一些用途 你比如它早不出来晚不出来 正好是我们辽宁舰 大规模的这种编队 进行相应的这种演练的时候 它出来 当然这样的一个监视啊 包括这种威慑啊 等等的意味是很强的 而这个亚伯拉罕林肯呢 它这艘航母呢 本身来讲呢 到这个地区来 跟这个里根号 那形成一个双航母的战斗群 它也确实有这种 有人说是包加这个辽宁 建这个航母编队的 这个意味在啊 但是总之吧 它就展示它的武力 展示它的实力 过一段时间相对来讲 它要轮换走的 当年美军啊 建这个港口啊 码头的时候啊 它的用意很明确 就是我在这儿 要建一个大的港口 大的码头 为什么呢 就是便于我维护航母 因为如果一旦航母出问题 你要是把它拖回夏威夷去 那每个这个 一个多月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亚太地区 有这么一个基地 能够便于航母随时出动 随时维护 一直是美国的一个战略 所以它的这些航母调动 既有它的原本的 这样一个计划内的安排 也有因应着周边局势的需要 特别是这次这个 林肯号到这边来 包括里根号出动等等 它跟俄乌局势啊 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关注度 也都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那杜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伴随着 这个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啊 在东亚是进进出出 您觉得未来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美军会在东亚 长期的部署双航母呢 那今后美国在亚特地区 特别是围绕着日韩基地 大概有这么几种部署方式 第一 长期部署 那今后呢 在不同的点位上 要开辟新的航母基地 不光日本有母港 那么其他点位 它的轻型航空母舰 和重型航空母舰 也要寻找第二 或者第三个驻波点 这样呢 可以让自己的战略打击能力 在这个地区有所加重 那第二 肯定多艘部署 按照美国航空母舰的使用 单艘航母战斗群 不构成强大的攻击能力 只有三航母 双航母 才具备一定的攻击能力 而且美国在伊拉克 阿富汗 包括科索沃 完全使用的是双 三 这种作战编队 所以不排除今后 除了横须航之外 在其他点位上 还会有新的航母进驻 第三是前沿部署 按照目前美国大国竞争的 基本要求 就是离对手越近越好 在短时间内可以投送兵力 如果今后台海有事 在二线这些地地 向前沿部署 时间周期很长 那如果在一线 进行抵禁部署 短时间 几小时 就可以到达指定地区 如果编队内的 悬航舰 群之舰 发射战斧导弹 那可以在几个小时内 命中主要目标 所以美国目前 也在调整部署 以前是前轻后轻 现在也正在向东欧学习 前轻后轻 如果把自己的盟友 好好培养一下 把他的作战基地 完全当成 自己的攻击触发阵地 那么今后日本的拳头 包括韩国的拳头 以及美国的拳头 将会合为一体 而且日本借助 家门口的这些 所谓的军事基地 对大国所构成的 抵禁威胁 将会越来越大 张先生 我们看到这个23号 日美首脑会谈之后 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显示 美国要扩大对日本的 这个核保障能力的 相关内容 您觉得这会对地区的 安全形势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这些年呢 在不断地寻求军事上的突破 同时呢一直在渲染 所谓中国威胁论 那么俄乌局势之后呢 你包括他前首相安倍晋三等等 一直在叫嚣 说这个不能单方面的 片面的改变亚太局势等等 其实这个介入中国内政 台湾问题的意图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美国 日本应该说是一拍即合 而且日本呢 本身1967年的时候 当时确立的无核三原则 日本的右翼实力 一直想突破 这个无核三原则 其中有一条 是不运进核武器 但是呢 他们就想 借着这个俄乌局势的变化 以及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 针对中国的意图这么明显 看看能不能寻求 一个相应的突破 从所谓的核保护伞 过渡到日本右翼实力 希望得到的叫核共享 所谓核共享 简单来讲就是 你得把核武器运到过这来 就跟美国在北约国家 像德国等等一样 战术核武器 你要部署在这 但是美国也知道 这样的动作肯定是 这个影响非常大 对地区局势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对中美关系 以及美国跟其他国家关系 也会产生影响 所以这次反复强调 所谓核保护伞 所谓延伸威慑等等 我觉得也是安抚日本 但是不管怎么说 把这样的相关内容 写进正式的文件 凸显了美国和日本之间 在军事层面 勾结得越来越密切了 同时在亚太地区 针对中国的态势 也越来越明显了 你包括前不久 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跟这个日本外相 进行视频的时候 特意强调了说 日本如果为他国火中取栗 以林为赫 那就走上了一个歧途 这其实已经警告日本 为什么 日本最大的利益在哪 日本最大的利益 其实在于中美关系的稳定 地区局势的稳定 这才符合日本的利益 如果自己主动 跟美国深度捆绑 把相应的这样一个亚太地区 把它军事基地化 那最终 日本卷入战争的风险 将会极大的增高 近日乌克兰内务部长顾问 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美国当前正在制定摧毁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计划 防务新观察稍后继续 多家委员爆料 美国正在制定 摧毁俄黑海舰队计划 美国防部立即予以否认 但美方并不否认 可能将向乌克兰 运送鱼叉反舰导弹 俄媒称 苏武器隐身战机已经参战 苏武器能否突破 美西方国家 在乌克兰建立的 防空导弹系统呢 在俄冲突过程中 双方这种胶着 使料不及 但是俄罗斯如果在这个时候 显示出自己激光武器 已经在乌克兰部署 而且可以居住卫星 另外呢 这个苏武器战斗机 可以把带次提高第五代 对美国空中优势 有一定的抵消作用 这样俄罗斯的士气 在某种程度上 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振奋 俄媒称 已获得乌军使用 星链卫星的实锤证据 俄军是否会针对 美国星链卫星系统 采取报复措施呢 5月20号 据多家外媒报道 乌克兰内务部长顾问 格拉先科 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美国正在制定 摧毁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计划 还称乌克兰人说服了美国 制定解除对乌克兰港口封锁的计划 以及正在讨论 提供鱼叉反舰导弹 和海军攻击导弹等事宜 对此20号当天晚些时候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在记者会上予以否认 他称该消息不属实 不过美媒报道称 对于美国正考虑 将来向乌克兰运送 鱼叉反舰导弹的消息 科比并未予以否认 此前美国政府和国会消息人士披露 白宫正考虑设法 向乌克兰提供反舰导弹 以帮助乌方打破俄罗斯海上封锁 但同时一些内部人士也警告 这可能导致冲突加剧 俄罗斯方面也指责美国 以输送军火和情报支持等方式 参与对俄作战 呈美方不断火上浇油 无意促进和平 此外20号俄塔斯社称 俄军将最新具有隐形能力的 苏武器战斗机 投入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这证实了外界长久以来的猜测 也就是俄军在俄乌冲突中 已经使用了苏武器隐形战斗机 据称苏武器除了可用于 在空中夺取制空权外 在对手防空导弹射程外 使用导弹发动远程攻击 也是其主要作战方式 那么美国是否真有可能 在制定摧毁俄黑海舰队的计划 苏武器能否突破美西方国家 向乌克兰输送的防空导弹系统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杜先生 您觉得美国当前是否真的 在制定摧毁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计划 如果说付诸实施的话 会把当前的俄美关系 推到怎样的境地呢 美国说没这个计划 但是美国嘴上说 大概根本不可以相信 美国目前的行动上看 正在准备摧毁黑海舰队 您看情报体系上 对亚素海和黑海的侦察行动 实无前例 每天我看发布的各种战机航机 侦察机的航机 几乎把黑海全部覆盖 通过现在的水面水下空中 不同的这种侦察体系 对于黑海舰队的活动情况 较尽在掌握 而且能够提供相应的坐标 很显然呢 这个眼睛越睁越大 第二呢 拳头越来越硬 美国向乌克兰出口鱼叉导弹 是正在进行的事实 而且现在不光要提供 新型号的鱼叉导弹 还要提供美国正在研发的 海上远程打击导弹 以身能力 突发能力 回升效果比鱼叉要强得多 另外以色列也在向乌克兰 提供更加先进的反舰导弹 也就是说呢 目前在反舰导弹方面 至少有英国 以色列和美国 可以提供四种导弹 去武装乌克兰的地面作战部队 去攻击海上目标 实际上呢 它不光是要摧毁黑海舰队 还要冻结黑海舰队 黑海呢 虽然面积比较大 但是沿岸地区 300公里范围内 也可以完全控制 克里米亚在攻击范围之内 我想如果把自己的眼睛 情报体系 在黑海和亚述海 有非常大的扩展 而且呢 在不同的海域 还有多种西方国家 制式的标准的反舰导弹 可以去攻击岩岸目标 这样呢 在黑海地区 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损伤 将会进一步增加 今天打一艘 明天打一艘 日积月累 就可以对黑海舰队 构成重大伤害 所以美国口头上的黑海舰队 没有这种灭绝方案 但是他正在做的 是要彻底消灭黑海舰队 杜先生 我们看到俄塔斯社呢 报道说 俄军现在已经派出了 苏-57隐身战机 参加了这个对乌克兰的 特别军事行动 那么我们的网友 特别想知道的问题就是 在已经控制了 制空权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派出 苏-57隐身战机参战呢 日图米尔呢 是苏-57第一次参战 这是俄罗斯公开报道的 第二次参战 我想有这样几个目的 首先是市墙 西方国家正在大量 提供各种先进武器装备 而且这些武器装备 在战场上表现还不错 所以西方普遍认为 这个西式武器和俄式苏式武器 相比占据绝对优势 目前美国批准了 400亿的军援计划 其中有201亿 是它的这个武器装备援助 欧洲国家还提供了95个亿 如果按照粗算300个亿的话 相当于像乌克兰提供了 1.5艘这个福特尔级航空母舰 提供了15艘伯克级驱逐舰 提供了6000辆坦克 提供了350架F-35战斗机 提供了25000枚战斧导弹 就凭借这些武器装备 如果与俄罗斯搞对抗 西方目前叫信心满满 那乌克兰凭借这些武器装备 也可以俄罗斯进行长期的 而且高效的作战行动 这个状态下 俄罗斯用什么东西 去对抗西方高端武器 速武器现在成了一个重要的手段 第二呢是示威 因为周边国家正在大量引进 美国的F-35战斗机 菲兰60架 这个波兰32架 这个德国35架 加起了127架 这么多低端武带机 就在俄罗斯近代支持的部署 俄罗斯应什么去应对 如果只靠S-400导弹 能不能完全击落 这个大问题 而且北约国家 与俄罗斯的接长距离 已经从之前的1210公里 又延长了1340公里 这个状态下宽大正面 如何去应付F-35的出现 所以苏武器必须要显示能力 第三是士气 因为在俄国冲突过程中 双方这种胶着始料不及 但是俄罗斯如果在这个时候 显示出自己激光武器 已经在乌克兰部署 而且可以居留卫星 另外呢 这个苏武器战斗机 可以把带次提高第五代 对美国空中优势 有一定的抵消作用 这样俄罗斯的士气 在某种程度上 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振奋 小先生 我们都知道 这个苏武器的隐身能力非常强 但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未来会用苏武器 打击这个北约部署 在俄罗斯周边的军事目标呢 苏武器本身来讲呢 它更多的 有一些战刃术的用途 也有更多的战略的用途 包括提振士气等等 那最先进的隐身战机 出现在俄军上空 来协助俄军攻防 当然对士气的提振都有作用 但是我们要看到苏武器 确实数量比较少 那比数量比较少 作用相对就有限 展示这样的一种实力 只是呢 起到一个双方 这种决力的这样的一种目的 就是我有这样的武器 我可以对你形成威慑 但是仅就俄乌局势 和俄罗斯周边的情况来讲 我们看到随着这个芬兰瑞典的 不断的进入北约的脚步 越来越快 未来俄罗斯面临的周边 那是数以百计的F35等等的 这种高性能的战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这个苏武器 即便未来量产投入使用的话 那么相对来讲 跟这个北约的整体的实力 还是有一定差距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 可能是一种震慑的作用 和展示俄军这样一个实力的体现 俄媒近日还爆料称 乌军在亚素钢铁厂内 使用星链卫星系统 与乌总参谋部取得联系 并传送情报 我们来看短片 俄罗斯红星电视台 5月19号爆料称 北斧的乌克兰海军陆战队 第36旅参谋长科尔缅科夫 接受采访时透露 乌军在亚素钢铁厂内 曾使用星链设备 与乌总参谋部取得联系 和传送情报 外媒称 如果乌军指挥官的说法属实 那这应该是俄方首次对外发布 亚素钢铁厂乌军与外界 使用星链卫星通联的实锤证据 此前就有外媒爆料称 星链计划的启动客户 就有美国空军 美国空军曾赞助了2870万美元 扶持星链计划 将它的应用场景 从民用拓展到军用领域 此外星链曾为美空军C12运输机 提供高达610兆带宽的网络服务 2020年9月 在美空军实弹演习中 星链为美空军高级战斗管理系统 提供服务 并与AC130空中炮艇 空中加油机等多种空机和陆机平台 进行联通 在项目融合2021实弹演习中 美陆军还曾利用星链卫星 搭载的传感器探测目标 并将数据传输至泰坦地面站 进行智能决策 自主选择打击武器并摧毁目标 将完整杀伤链时间 缩短至20秒 此外21号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与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进行了电话交谈 双方深入讨论了乌克兰 对武器装备的需求 此前消息人士曾披露 乌克兰政府官员数月以来 一直请求美国提供 美制远程多管火箭炮 但美国政府始终拒绝这一要求 美国星链系统一旦确认 在亚速钢铁厂参战 俄军将会采取哪些报复措施 美军是否有可能向乌军 提供性能更先进的 美制远程火箭炮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请教杜先生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这个星链卫星系统 在亚速钢铁厂参战 是否已经有了实锤的证据呢 那如果一旦确认 这个星链系统 在亚速钢铁厂参战的话 您觉得俄军会采取 怎样的报复措施呢 如果这个科尔敏科夫 讲的是实话 说明美国的星链 不仅是参战了 而且早就参战了 俄罗斯困天部队 在欧冲突过程中 把地面设施全部摧毁 你看展示雷达车 通讯设备 基础设施 全部被打断 但是这个欧冲突讯 始终就没有停止过 说美国呢 已经开始为它进行了备份 现在系统不光是 美国GPS卫星的导航备份 同时也是美国通讯 卫星的备份 这次在乌克兰 大概在进行某种试验 你比如说在350公里 550公里和1150公里 三个层次上 目前是2000到3000颗卫星 那么这些卫星呢 绝大部分都具备微快功能 也就是说呢 通过网络通讯组网 它可以形成天地之间的 这种网络通讯 而且不光可以传递语音 包括文字 视频头像也可以传递 也就是说目前乌克兰军队 它所依赖的并不是 前苏式或俄式的 这套传统的垂直的通讯体系 而是美国在地球轨道 驾驶一个网格性的通讯体系 这样对乌军的战役指挥 战役指挥 甚至单兵的指挥 都能够取到比较大的作用 亚素刚这场 之所以与外界的通讯顺畅 大概星链 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星链目前是一个 美国的太空计划 俄罗斯要想完全打掉 这个系统挺难 因为美国说了 谁打我这个卫星 就等于与美国交战 这叫太空珍珠港 会引发美俄之间 更强大的对抗 另外也打不过来 星链卫星到最后 要发展几万颗 如果按照目前 反卫星武器去打它那个卫星 或者使用这个供轨武器 去攻击卫星 难度极高 所以攻击这些卫星 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但是干扰 包括其他手段 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阻断它的信息链路 那么只有这样一种方式 才能够降低星链卫星 在乌克兰的作用 张先生 我们看到外媒报道说 这个星链卫星的野蛮生长 恐将引发太空危机 您觉得除了军事方面的话 这个星链卫星 在国际社会上 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星链这个不仅在中国 其实在世界各国 包括美国国内 它都是有着很大的一个争议的 理论上讲 你要未来发射 4万2千颗卫星 那你想想现在全球 就是在这个地球轨道上 大概卫星总数才2000颗左右 那么如果你按照计划 4万2千颗 那增长了就是20倍 那本身就拥挤不堪 这拥挤不堪会产生 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 地球上所有的天文观测 都会受影响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么多卫星在天上 它需要占这个近地轨道的 频段的资源 频谱的资源 那么你把4.2万颗 不好了 别的国家怎么办 如果我要想发射卫星 我就得避开你的轨道 避开你的频段 可是你4万多颗 占的都满满的 这对于其他国家的 这种探索太空 包括太空资源的共享 都产生巨大的一个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呢 这样的一些卫星 它不断地在天上运转 它也会带来很多隐患 你比如我们如果 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发射火箭 运载火箭 要发射卫星的话 你还得躲着它呀 再加上美国有时候 故意操弄 你可能还记得 去年年底的时候 中国正式向联合国和美国 提交外交召会 内容就是 你的星链卫星 逼近我的空间站 因为我们的空间站 利用我们的航天员在工作呀 你这个卫星逼近 是非常危险的 美国的一个战略 当然这么多的卫星 对军事用途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其实更多的 它的眼光 绝不在于一个俄乌冲动 绝不在于一个亚太局势 但是在太空中 它未来要掌握所有的资源 就是你只要利用太空 你就要通过美国 你的所有的太空资源 美国都掌握住 这其实对于我们全人类 和平利用太空 发展这种探空的事业 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